好 今天有這個團購店商業者是傳出說 昨天他們有一位自稱是醫檢所的護理人員登門拜訪 表示說可以道府親自來抽血檢驗一下有沒有疾病 但是因為很多警方是有發出公告說 這個道府的抽血服務可能是詐騙的行為 因此這個員工是提高警覺 而拒絕這個登門拜訪的這個護理人員 不過對此這間位在板橋的醫檢所出來澄清說 這名員工確實是他們的員工 也確實有這個服務來帶你聽斷他們的澄清 對啊 中央地方不同步 再來的話就是說我們也希望 因為檢驗所它也要生存 那你既然醫院診所可以報備外出 檢驗所為什麼不能報備外出 這本來檢驗就是檢驗所的專門業務 對不對 那沒有這個機構 沒有這個報備的程序 那我是不是可以質疑說這個也是行政怠惰 因為已經好幾年了 我檢驗所又不是今年才成立 對不對 你罰單也受到手軟了 你一直假如說你不能外出 你不能外出 你要報備 那你為什麼不幫我想一個報備的方式 然後你的護士要直登 你的護士要直登 我要直登 問題是我護理師都有資格 但是你又不開放給我直登 那我怎麼辦 然後你再來說你違規我就是要罰 我就是要罰 就是這樣 好 你也聽到剛剛這個業者是非常的激動 是說因為中央跟地方的政策是不同調 因為陸續續開業一二十年來 被罰了大概上千萬元 可是呢 因為丈夫就是因為肝癌而過世 那因為呢 他的遺願呢 是說要持續的把這個檢驗所的這個服務呢 帶給大家 所以還是會繼續做這個服務 但是呢 因為遭到團購的業者表示說 可能是懷疑是詐騙 那到底能不能到府抽血呢 新北衛生局是表示說 這個是屬於違反這個醫事法最高呢 是可以儲十萬元以下的罰金 讓下人最新再把時間召還棚內